第六十一集 这要怎么解释啊 要是他朋友圈发得很贫乏 我还能以刷屏为理由 但是他之前根本一条都没有发过呀 场面定格了几秒 桑枝绞尽脑汁地想着理由 默默地收回视线 也表现出一副很茫然的样子 点开资料设置瞅了一眼 哦 我点错了 段佳许仍然看着他 神情带了几分意味深长 我本来是打算点 不让你看到我的朋友圈呢 没看清楚 就点成屏蔽你的朋友圈了 就是你懂吧 有些朋友圈的内容 不太好让家长看到 我又懒得总分组屏蔽 所以直接就 我不说别的 段佳许打断他的话 抓住其中两个字 家长 桑枝极为费劲地扯着理由 那你看到的不就等于我哥看到了 我哥看到了 转头就告诉了我爸妈 我得从根源切断嘛 而且我这都好久之前屏蔽的了 你这没屏蔽 我也没见你发什么 不好让家长看到的 段佳许指尖 在他手机屏幕上清点 东西 桑枝伸手取消掉屏蔽 我都删了 这么一提 段佳许点儿凉当的 小姑娘 你的朋友圈 怎么什么玩意儿都没有 啊 也没有男朋友 这暗示意味十足 桑枝确实没有发朋友圈的习惯 偶尔发了一条 没过多久也会删掉 所以点进去 就是空白一片 太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刚才只是随口一提 这么一想 好像确实有种 藏藏耶耶的感觉 桑枝小心翼翼地说 那我现在发一条 听到桑枝的语气 段佳许也知道 他情绪不佳 他其实也不太在意这些事情 满不惊心的 不用 跟你闹着玩呢 桑枝翻相册的举动停住 沉默着点头 过了好半场 桑枝没忍住问 你不介意吗 嗯 我没在朋友圈提过你 故意的 不是 故意的也无所谓 段佳许牵着他进了一家店 语气松散的 就算你不说 觉得我极为见不得人 所以想瞒着所有人 我哪有说你见不得人啊 像是没听到桑枝的话 段佳许侧着头 眼眸璀璨 笑着把话说完 你也还是我家的 只工作了一天 桑枝又觉得腰酸背疼 回到宿舍 他洗漱完后 端了个洗脚盘 之后就什么也不想做了 直接躺在了床上 还没等到桑枝睡觉的时间 他就已经被睡意笼罩了 桑枝勉强睁着眼 回复着段佳许的威胁 他退开 注意到家里的群里 有了新的消息 分别是桑枉和梨平 都发了红包 庆祝他找到了实习 见状 桑枝的心情又好了不少 他先发出了一个 抱住的表情 而后一个一个点开 发现 却已经被桑岩领了 桑枝搭搭着眼皮瞬间抬起 当作是他误领了 输入了一个问号 提醒他 桑岩没回复 桑枝等了好一会儿 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一二天醒来 发现桑岩依然没有回复 反倒是桑荣为了哄他 昨晚又发了两个红包 过了几分钟 他还发了一句 臭小子 整天除了欺负你妹 还会干什么 桑岩仍然一句话都没有 桑枝顺眼惺忪 莫名有种不好的预感 他伸手点开 发现这两个红包 仍然被桑岩领了 加起来 整整有八块大洋啊 行 别说是冷战了 桑枝现在想跟他断绝来往 老死不相往了啊 接下来的这几天 桑枝不管做什么 都会被施小雨骂 比如 施小雨让桑枝去装杯水 桑枝第一次装温的 被骂了 第二次问了句 您是要热的还是要冷的 他反倒回了一句 这还用问吗 然后桑枝按照他上次的要求 到了被温的 仍然被骂 再比如 按照施小雨的要求 找的素材 画出来的稿子 他总能找到挑刺的地方 桑枝修改了好几次 被他连骂了好几次 到最后 他才用着极为勉强的语气 说了句 唉 算了 就这样吧 仍然是不满意的字塔 偶尔跟宁薇聊了几句 他才发现 宁薇找的工作也不合一 但是仍然坚持工作 桑枝也不想就这么半途而废 他的生活变得比上学还要规律 每天除了上班就是加班 然后就是回宿舍睡觉 别的任何事都不想干 有时候脾气上来了 桑枝琢磨着合同还没签 要不直接就不干了 又觉得被虐待了这么多天 现在撂摊子就走人 一分钱拿不到还格外吃亏 时间一晃就到了周五 桑枝中午跟同事一块叫了外卖 吃完之后 还收拾一番 把盒子拿出去扔 走到楼梯间的时候 恰好看到 施小雨也靠在窗边打电话 他声线偏柔 说话也缓 跟在桑枝面前完全不一样 唉 我咋觉得这小姑娘跟你说的不太一样 还挺听话的 被我这么刁难也没怨气 我也没见他跟公司的男同事 说过什么话呀 哎呀 我都不好意思这么欺负他了 葬枝顿了一下 沉默着把垃圾扔掉 施小雨也没注意到他 仍然在跟电话那头的人聊天 说的也是啊 不过按你这么说 这男的也挺渣的 唉 你换一个呗 他没再继续听 转头回了公司 桑枝到厕所洗了手 想着施小雨的话 看来这些天的针对和谩骂 都是带着私人情绪的 但他真的不认识施小雨啊 难不成是惹到哪个同学 然后施小雨是那个同学的姐姐 不管怎么样 如果是工作上的问题 桑枝觉得自己还是能忍 但是现在已经明确了 对方就是刻意在针对他 他就一丝一毫都不想忍了 桑枝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打算午休 施小雨也已经回来 此时拿上位置上的毯子 打算去沙发那边睡一会儿 公司里只有一张沙发 向来是他在用 看到桑枝趴到了桌上 他脚步一停 谁让你睡了 桑枝侧头道 还没到上班时间 我让你找的素材找好了吗 没有 但现在不是上班时间 头一回听到桑枝回击 施小雨还有些不适应 他皱着眉 手掌在桌上 重重地拍了一下 恼火的 你先找完 我赶着用 哦 快点啊 不整 你 你说什么 你要是真的着急 可以自己下午不午睡 自己现在去找 桑枝脾气向来不好 此时还是按捺着火气说 不然这加班费 你给我出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